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武汉的方仓医院 这一家医院所在在汉口金银潭附近和金银潭医院紧挨着 距离金银潭医院的工作人员医生住的酒店大概就几百米的距离 现在这个地方目前还在建设阶段 今天下午应该可以全部完工 然后紧接着接下来就是接待我们的病患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在的这个方仓医院叫做卓尔武汉客厅方仓医院 然后这个相当于就是我们方仓医院的一个大门口 这是门口的一个景象 然后医生在这边穿好防护服 然后这有写着医务人员的入口 就通过这个门进入到这个方仓医院中间就有一个缓冲的区域 然后在缓冲的区域进行一些工作的一些交接准备工作 然后从这里进入到方仓医院的内部 然后这个是方仓医院医生可能是做一个隔离消毒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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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子 然后这是他的正门从这儿进入到里面的区域来 我们看到还有一些马上要进行上岗的一些工作人员正在熟悉我们的场地 今天晚上最新消息今天晚上就将迎来第一批我们的病患入住 我们今天下午他说晚上要开始出病了 我们得先熟悉一下这个流程和环境 还有就是一些这些情况要帮我们整个介绍一下 准备今天开张接第一波客人的这个患者的团队 一共有16位每一个这个病床上大概有这样几件东西 一个是电热毯一个是这个垫的床单枕头两床被子 一床垫的一床盖的然后这个是这个粉色的是枕套 然后他有不同的有单人床的也有这样双人床的工作人员还在进行 最后的一些检修工作 武汉市这样的冬天属于典型的南方的冬季 所以说像电热毯这样的东西在武汉应该是必不可少的 离开了电热毯这些本身这些体温发热的病人本身就感到比较寒冷 电热毯同时他们也需要控制好电热毯使用的安全 先介绍每一个这个病区它都有一个新风系统 这个部分是一个送风系统 到时候会有一些暖风往这个方舱医院里面送进来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距离 这边的这一块病区相对来说就是已经收拾的相对完整 相对收拾的比较干净的了 我们可以看一看这是我们的每一个这个病人的这个病床 然后就是他们的每个人配备的一个小桌子 这边这个病区它是木床 还不像刚才那边有高低床 然后每一个上面还有一个收纳符 完了一个插座 这边是到时候医务人员进出的时候的一个护理的清洗护理的地方 现在有些还在清理 完了之后这个外面这边是卫生间移动卫生间 这边是男卫生间男士用的卫生间 远处那排橙色顶的那排移动卫生间是女士专用的卫生间 随着六日晚第一批病患入住 武汉客厅方舱医院的工作将正式开展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因为都可以做的 谢谢Yi 我做的事情 在给大家睡觉 我做的事情 我也做的事情 可以做的事情 我做的事情